在这边他有AB跟P2两条线 然后他要你找他的gradient 也就是他的斜度 OK在这一边呢 他这个是他的x intercept和y intercept 这个是x 所以这个是他的x intercept是-3 这个是他的x intercept是3 然后这个是y 所以这个是y intercept是2 然后这个的y intercept是3 所以我的那个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AB的是-2除减3 2除减3 减减变成加2和3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呢 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减3除以3 然后变成减1 所以他gradient是这样 然后事实上如果你不快的话呢 你其实不用这样复杂的 你在这边减3够号0 是我的a的点 然后0逗号2是我的b的点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a b呢 会是等于2-0除0-3 所以我拿到的是2和3 OK 然后我看到他是positive的 因为他是向上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pq的时候 这个是0逗号3 这个是3逗号0 所以他就有0-3除3-0 然后他就变成-3除3 然后他会变成减1 OK 他是negative value 然后他是向下的 OK 好